同学们好,从这节课开始,我们要进入到与德语技能有关的内容了。 为了提高大家的学习效果,我准备从这节课开始,从你们学习德语的角度出发, 有针对性地从教材中挑选出对大家学习德语有指导作用的内容来讲, 教材中的其他内容供大家课外学习。 前面我们把语言定义为音译结合的符号系统,今天我要讲的是语音。 根据语音的自然特性和社会特性,语言学家将它划分为两个研究领域,语音学和音味学。 德语是Phonetic Interphonology。 语音学有悠久的历史,而音味学距今不到一百年。 如果你们是大二或大三的学生,就是说你们早已结束了德语语音的学习阶段, 但是不等于说你们就过了语音关了。 作为外国人,我们不追求和母语者一样地道的语音质量, 但是我们的发音至少要标准,让对方能听懂。 在这方面,我们总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拿我本人来说,我虽然从13岁开始就学德语了, 但是到现在我仍然有一些读不准的音,拿不好的调, 所以还是需要不断纠正语音。 为什么我这么重视语音呢? 因为德国人很重视与我们交往的第一印象。 如果你的语音标准,他会很乐意跟你继续交流。 所以我说,语音就是你的名片。 我们要像爱护脸面一样去塑造自己的语音形象。 一个人的长相不能改变,但是语音可以改变。 为了你的未来,值得这么做。 在这一讲中,我重点介绍汉语没有的语音, 介绍德语的发音特点。 希望同学们通过这一讲,找到自己的发音问题, 有针对性地进行纠正, 扫清与母语者交流中的语音障碍。 我们首先认识一下语音学。 语音学家把语音的整个过程划分为三个研究领域。 语音的发音过程,发音语音学, 研究发音器官的生理特征和发音过程。 第二个是语音的传递过程, 研究语音传递阶段的特征。 这是声学语音学的研究内容。 它把语音作为一种声波, 研究语音传播中的物理特性, 如频率、振幅、音调和音色。 第三个是语音的被感知过程, 听觉语音学。 研究语音信号经过耳朵, 神经传导进入大脑的心理感受过程和能力。 对这一领域我要多说几句。 话语的声波寄入人耳以后, 你的大脑能否分辨语音, 并且与它所代表的意能否结合在一起, 决定了你的理解能力。 学习外语语音的过程实际上是模仿的过程。 模仿就是口耳之学。 首先是耳,然后才是口。 如果耳朵对语音特点不敏感, 就无从模仿正确。 因此在学习外语的过程中, 发音差的原因往往在于听力差。 变音差,要想改进语音, 首先要在听力上的查找原因。 例如在听写的时候, 有些同学把Einsteigen写成了Einsteigen, 把Krankenhaus写成了Krankenhaus, 这是因为他们的耳朵对I, An,Kranken,Kranken不敏感。 我经常看到不少的同学, 听到一个词语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意思, 只有写出来才恍然大悟。 这说明他们的耳朵还堵着呢。 听力差是因为我们的学习语音的方法不对, 过多地用了眼睛而忽略了训练耳朵, 用眼睛代替了耳朵。 另外,和我们中读倾听的学习策略也有关系。 这一点我在第二章中提到过, 我在此还要强调一下, 以便引起大家的重视。 人对语音信息的接受主要是靠眼睛耳朵这两个渠道。 学习外语时, 这两个感官都要得到训练。 你们想想, 为什么儿童学习语音就不存在听力差的问题? 这是因为他们天天都在练听。 根据听学说话, 而我们呢, 对耳朵是太溺爱了, 很少去用它。 就连学习语音时, 也是看见书上的词去模仿, 耳朵根本得不到训练。 难怪一脱离了书本, 就什么都理解不了了。 大家都知道盲人的耳朵超长的灵敏, 这是因为他们超长训练耳朵的结果。 所以我特别反对在学习语音的时候, 书不离手。